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报道 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国家一直支持中国镇压维吾尔人 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维吾尔祖母警所的尼萨说 得知丈夫奥斯曼在沙特阿拉伯仇胜期间被便衣警察逮捕 并在被询问15天后遣返中国 他感到很难过 他说我们的孩子们失去了父亲 我们在这个年龄需要照顾 而我们失去了家园父母和丈夫 索德尼萨说 他的丈夫于2014年在和田遭到中国警方任意拘捕三个月 当时中国警察展开打击维吾尔商人的运动 然后他们竭尽全力来到托尔吉定居 但在2018年 他的丈夫奥斯曼在前往沙特阿拉伯进行仇警的途中 被逮捕并引渡到中国 报告援引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阿波多威利·阿优普的话说 他知道沙特政府已经将至少5名维吾尔人引渡到中国 其中3人是他的熟人 据报道 在2016年末和2017年初 埃及当局拒留了至少300名维吾尔人 并将他们驱逐回中国 美国直栏NBA法系中风格贝尔一日上传社交媒体Instagram现实动态的图片中写道 错就是错 公开批评中国维吾尔政策 每日传讯网站报道 点选图片后会连到法国演员欧马西的Instagram发文 文中解释维吾尔族穆斯林在中国东都决散集中营的情况 报道形容格贝尔是第一位公开关切中国在教育营情况的NBA球员 欧马西在文中写道 数以百万级维吾尔穆斯林被关在中国集中营遭到酷刑 不是因为他们的作为 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这是21世纪最大规模集体监禁 必须终结 文莫府上主题标签释放维吾尔人 NBA今年7月传出 以和乌勒木齐一所篮球员培训中心切断关系 据悉 11月1日 法国足球巨星李贝里 巴塞罗纳足球巨星邓贝来 纳布里斯足球巨星克里巴里等体育界许多著名巨星 在推特上表达了对维吾尔族的支持 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推出一项法案 将中共定为跨国犯罪集团 佩里表示 她与众议院蒂姆·波切特和斯科特一起提出立法 要求将中共认定为跨国犯罪集团 对其进行起诉 惩罚和铲除 佩里当日在华盛顿国会山庄的集会上 宣布此项法案时说 今天上午 我有幸在美国中医院提出了一项法案 给中共冠以一个称号 那就是跨国犯罪组织 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是犯罪分子 这个法案将允许我们将组织犯罪控制法运用于中共 适用于那些与共产党有关的人 伴随11月的美国大选投票日日以宁静 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美国各情报机构人员的脑中 今年8月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曾发表声明警告称 外国势力会使用隐秘和公开的影响措施 以达到试图左右美国选民的目的 并直接点名俄罗斯、中国与伊朗三个国家 在美国情报机关看来 这三个国家不应该放在一起分析 因为每个国家能力不同 且各自有自己的目标 在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之后带来的余波中 俄罗斯抢走了不少戏份 简单来说 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试图让美国选民偏好特朗普 特朗普政府一直大力声称 今年带来的主要威胁不是俄罗斯 而是中国 本月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 他们当然想要拜登 我已经从中国拿走了数十亿计的美元 把这些钱给了我们的农民和美国财政部 如果拜登和亨特赢了 中国将拥有美国 拜登承诺将在人权和其他问题上 对中国坚决 报道称 自5日下午起 共有12个反对派政党的支持者 聚集在首都比什开格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 要求总统热恩别科夫辞职 并取消议会选举结果 集会者总计约5000人 部分集会者试图冲击政府大楼 但被警务人员制止 此前集内务部已呼吁反对派停止集会和抗议 以防止冲突升级 吉尔吉斯斯坦抗议者当地时间6日凌晨 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 随后占领了政府大楼 并释放了摘押的前总统阿坦巴耶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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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